大家好 我是夏安 70岁的张大娘是一名退休的技术工人 年轻的时候干过很多的体力活 虽然现在上了年纪 但是身强力壮大 经常庆幸没有落下自己的一身毛病 有一天 大娘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感觉上身上的肉似乎变得比较软 而且尖用的肌肉变得比较松啪啪的 尤其可怕的是小腿上一摸 尤其可怕的是小腿一摸 原本结实的肌肉居然细了一大圈 多余的皮轻轻地一挤就变成了皱 联想到了无数消瘦是肿瘤的征兆 大娘赶上到医院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然而一串的检查下来 除了骨质松松之外 医生结合了大娘喜爱素食的特点判断 可能是因为肌肉流失的作怪 于是给他一些生活的建议 虽然衰老是每个人都并不command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难道只能接受身体的不断肝扁吗 如何能够减缓肌肉的流失速度 这就要从肌肉的兴奋史说起 肌肉流失的危害比较多 老人的谨慎肌肉比较减少 如果是肌肉流失的速度快 极有可能是引发肌肉少症 在我国62岁以上的老人中 肌肉少症的发病率高达了19% 相当于每8个老人中会有一个出现了肌少症 而肌少症会出现严重的生活质量 患者经常出现疲惫无力 走路、左立、洗澡都很困难 甚至会引发起平衡障碍 增加老年人的摔倒风险 严重威胁健康达 并且如果出现了肌肉少症 会影响老人的心情 可能会引起阻丧、焦虑的心情 长期处于不良的情绪 使得老人的身体受到影响 使得老人的身体受到了影响 会出现身体驱化的现象 形成了身体的坏心情 而且恶性循环 并且肌肉无力 对心肺功能有一定的危险 肌肉作为人类特别顺利的运动器官 可以减少、会影响肌肉运动 靠运动此生的功能心肺系统 便会影响抑制 那么难以保证氧气、营养物质的输送 既要使身体比较糯 我们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可能会逐渐的退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退化 从而会导致神经信号传输地比较快 突然神经元素的传递信号重要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传递也受到了影响 影响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 这种神经信号传递速度 可能会比较影响肌肉的连接 神经肌肉连接 与墨消肌肉维护关系 能够调节收缩的联系 它能够调节肌肉的收缩放松 而且随着神经信号传递减速 神经肌肉的连接邪性能够受到影响 会导致肌肉的收缩不再精确 我们要协调这些情况 在生活中保持平衡 经济动作的执行方面 不想老了干扁 我们要做好以下的两件事情 那么肌肉对老人的健康比较重要 肌少症是老人的健康长寿拦路火 那么如何能够预防肌少症 科学大学研究师提出意见 想要存住肌肉 从青年就开始注意科学饮食运动 那么老年人更加强营养 并且进行一定的体育锻炼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重视起来 不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态度 我们要好好地吃饭 好好地睡觉 老人需要增加营养的 我们并且要锻炼身体 饮食运动这两个方面 都要积极地去面对 随着年龄增长 老人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情况变化 其中包括了肌肉流失 然而 适量的运动可以帮助老人肌肉流失的速度 并有助于增强肌肉的力量耐力 老人要注重保养身体 适量的运动 对老人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老人在选择运动的方式 应该考虑自己的身体条件 散步 骑自行车 游泳 瑜伽 都是适合老人的运动 散步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老人可以在小区 公园 适量的呼吸新鲜空气 运动都是不错的 那么骑自行车 是一种低风险 低压力的运动方式 对于心肺功能 血液循环都有好处 那么游泳 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也比较适合老人进行的 可以增强心肺的功能 改善身体的柔韧性 瑜伽 也是一种缓慢的运动方式 可以帮助老人改善柔性 平衡能力 深度呼吸 而且帮助老人减轻压力 改善睡眠的质量 那么人老了 就要吃 年轻的时候有条件 我们就要吃 老了之后 有条件也要吃大 不要只吃素 素食虽然健康 可以缓解肠药的负担 但是身体得不到脂肪 得不到蛋白质 营养元素 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饮食需要丰富 避免单一 否则会带来营养不良的 免疫力下降 也会导致骨质疏通的问题 那么除了肉类的摄入 还要搭配了菌类 坚果 中国膳食指南表示 中国的老人一天的饮食 加起来12种左右 一周要喝25种食物 要多喝饮料 多喝牛奶 如果感觉到丰富营养 也不会很大的增加负担 我们要吃得好 睡得好 但是不能太多的吃 不能吃撑 要少吃多餐即可 这样身体还能够更加的营养健康 那么 对于睡眠来说 睡眠的时候 一定要充足 人体分泌生长激素 促进细胞的修复再生 对老人而言 保证足够的睡眠 及良好的睡眠质量比较重要 睡眠不足 会干扰生长的激素 每天要保持睡眠8个小时 很多老人遭受睡眠的困扰 睡觉比较困难 夜间频繁的起床 也会导致肌肉流失大 所以我们要改善睡眠质量 如果睡眠安静比较好 很多老人遭受了睡眠的质量 所以我们要少喝咖啡 我们要多睡一些新鲜的水果 多喝牛奶 可以很好的安稳入睡 既然老年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健康检查 并且保持良好的心情 积极的心态对老人健康特别的重要 心态好 才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的挑战 减轻压力 提高生活质量 岁月悠悠如流水 带走了青春的容颜 带不走对生活的热爱追求 面对肌肉流失这一自然现象 没有必要担心 我们听天由命 通过饮食适量的运动 规律作息 调整心态 都能够很好的预防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小视频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安 我每天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